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,太平洋战争爆发,而为了能够将日本人击退,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。 原子弹对于我们很多人真的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武器,但是这种武器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,可以说是只能其生,不见其物的存在,但是从那一次爆炸日本所留下来的照片,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出这个武器的威力之巨大。 而原子弹的厉害不仅仅是原因,它爆炸所产生的力量,其更加危险的是它所遗留下来的非常严重并且持久的核辐射。 在这种强烈核辐射环境当中生活的人,会因为核辐射而患有许多严重的疾病。 但是为什么在原子弹爆炸不久之后,又有很多人回到了广岛和长崎居住了?难道是他们不怕核辐射吗?我想不是的,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。 这些人其实也恐惧,但是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国土面积十分狭小的小岛,而广岛和长崎又是离海比较近,一年四续都遭到海风的印象,核辐射散失的天然也就快了,面积小也导致了根本没有多余的地方,来安置这些人口,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也只能回到这里生活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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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